第十章 天使拿着小卷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 头上有红 脸面像日头 两脚像火柱 哈手里拿着小书卷 是展开的 哈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大声呼喊 好像狮子敲叫 呼喊完了 就有七雷发声 七雷发声之后 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七雷所说的 你要封上 不可写出来 我所看见的 那踏海踏地的天使 向天举起右手来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 地和地上之物 海和海中之物 直活到 恶永永远远远远起誓说 不再有时日料 但就在第七位天使 吹号发声 的时候 等你 天使的上伙上 天使上帝悟被奏成全 perdre了 正如上帝所傳給他伯仁, 眾先知的戒音。 約翰吃小卷。 我先前從天上所聽見的那聲音, 又吩咐我說, 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開的小書卷取過來, 我就走到天使那裡。 對他說,請你把小書卷給我。 他對我說,你拿著吃盡了,便叫你兔子發虎。 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我從天使手中把小書卷摺過來,吃盡了。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 吃了以後,兔子覺得發虎了。 天使對我說,你必指著多文多國,多方多王,再說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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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